同学们好,我是新的老师 今天我们学习一款清风蛋糕 这款蛋糕的特点是不离开不收缩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它是用什么材料来制作的 现在开始制作蛋黄部分 第一步加牛奶,玉米油放入大碳盆中 搅拌均匀,混合就好了 将锅栽的地心面粉,玉米淀粉加入 搅拌均匀,没有干粉就停止搅拌 接着加牛蛋黄,加牛蛋黄是一个技巧点 搅拌均匀是光滑,顺滑,无颗粒的状态 就算完成 粘稠度参照我视频这个效果 提前6分钟预热烤箱 接着我们做蛋清部分,蛋清,白糖,白醋,加油 用打蛋机搅匀,用一档的速度 我的机器是小熊,12线打蛋球,大家参考 像平时一样 打发自这个蛋白提起来之后 有点弯钩弯弱的状态 就算完成 取三分之一的蛋白先与蛋黄混合 向一个方向进行翻拌 翻拌的过程中要切紧 一定要抄底到底部 否则会出现底部不均匀的情况 在翻拌的过程中 动作要快,姿势要帅 防止面糊融化消泡 面糊融化消泡后 会导致蛋糕变重 变得结实,不松圆 大家要自我检查 就会调整 翻拌好的面糊 像视频中这个偏干的为准 放入模具 放入模具的话 要求是6-7分 我这个配方使得3个 大家参考,3个6寸 将表面刮平 刮平后 再放入烤箱 放入烤箱前 将多余的空气排掉 也就是震动 震盘 将多余的面糊擦干净 防止烤焦 放入烤箱 放入烤箱 烤箱温度是上回一把 下回一把 这个产品在制作时 我总共烤了大概45分钟 大家参考 烤到这个颜色的时候 将温度进行升温 将上五调为120度 下五调为130度 继续烘烤 但此时 里面显示是140度 鉴别蛋糕成熟的方法 用手指拍打表层 没有手印弹得起来 就成熟了 从视频上来看 都不存在手印 就这么明这个蛋糕成熟了 出入前 震动一次 将蛋糕倒扣 这样做的目的是 防止蛋糕收缩的一个重要因素 也是一个技巧点 没有烤完同学 就扣力过来 也是可以的 在这里特别讲一下蛋糕 脱模 用手往里面按压 这个方法做一圈 接着 再用手指往上面点压 也是做一圈 那这样做的一个效果 就很容易脱模了 侧面往里面按压 也是一样 做一圈 这款不离开不收缩的气风蛋糕 就算完成了 大家在自作的时候 要根据自己的烤箱进行条件 变化 做完成后 大家在评论区发上自己的作业 在评论区发上作业的同学 会有限回复技术问题的 这款气风蛋糕的基础点 从三个方面讲 第一个 大家在制作的时候 你们配方做这个面粉 品牌跟我的是不一样的 那么就得出一个结论 吸血量是不同的 所以你要根据自己的面粉品牌 然后参照我的这个蛋黄面糊的 这个吸血量 就是这个粘稠度 进行调节 适当的加减 第二个就是一个翻拌 那么翻拌的过程中 我们讲究这个 这个手法 顺一个方向 同时呢 翻拌的过程中 大家尽可能坏 不要慢 注意这个 那第三个就是烘烤 那么烘烤的温度是决定 这个蛋糕是否裂开的 今天我采用的是先低温 后高温的一个方式 今天烘烤 那这样做出来的一个蛋糕 它就能保持这个不裂开 并且呢 要保持食用的口感 那这个是技巧点 好如果说 大家还有一些更好的一些建议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给我 看完视频同学 帮我转发评论点赞 因为这个对我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好下期课程了 再见